薑石材附在厚片上 中間半顆蛋黃 放進烤爐烤10分鐘 再淋上燒烤醬 美乃絲 法式大本燒烤絲 就大部分爆成 這道料理重點折在下方 用來盛裝的鑄鐵鍋 一出來像現烤的感覺 那隨著時間它可能拍照 它也不會冷掉 也可以呈現出最好的風味 特殊設計的鑄鐵鍋 在用230度高溫烤10分鐘後 能夠讓食物保溫30分鐘 維持原味 延長顧客品嘗美味的時間 它的味道就不會因為時間會改變 它也不會冷掉 因為有時候就是上了 然後冷掉就會不好吃 可是它因為鐵盤就是吃完了 還是熱就不脆 就是都會飲得很好吃 餐廳搶商機業者各出其招 從成裝的鍋具下功夫 同樣也有保留原味的功能 從日本首度引進的平盆鍋 外形像本機 鐵製材質 可以炒菜 炒飯 讓食材可以互相吸收精華 味道也不易流失 成為餐廳的一大賣點 為了求創新英國 有餐廳業者是使用球鞋 來盛裝食物 讓消費者覺得實在太Over 高跟鞋 桌球拍 甚至還有業者想要出 用鐵鏟來裝料理 就連磅秤也出動 特殊的器皿擺盤 雖然興起有趣 但有攝影師看不下去 在網路上發起我要盤子的活動 要求不愛餐廳 別再把食物裝在奇怪的容器內 獲得上萬網友力挺 只能說創新也要適度 以免造成反效果 記得 夏軍從遠方台北報導